大家玩過火藥嗎 就是那個小時候水雲秧 你不要點它直接打開 把那火藥粉倒出來 然後把它倒成一直線 然後有一端點火 就跟它砰咻咻往前燒 好那我們就把這個火藥粉 排成一條線 由一端點燃來燃燒它 我們看它發生什麼事 現在這個黑黑的這一些粉粉 就是火藥粉 我現在從這邊點火 你就看到它燒起來 往前燒 從左側一直往右側燒過去 現在各位看的是現象 我們從物理學來解釋 為什麼火藥粉 會從左一直往右燃燒呢 好是這樣的 一旦我這邊一點它 這邊燒起來了對不對 這邊的溫度不就上升嗎 T上升溫度上升 會讓這個局部的溫度就上升 而隔壁的火藥粉 它還沒有燃燒 但它的溫度也跟著被提升 一旦這個溫度上升到達 藍點 是不是它就燒起來了 一旦它燒起來 它是不是讓附近的溫度 又開始上升 使得隔壁這一區火藥粉的溫度 也上升了 一旦這個溫度上升 到達藍點 它又燒起來了 所以你看 不斷的感應下去 不斷的感應下去 火藥粉就會從左側一直燒到右側 主要就是因為 溫度增加到達藍點燒起來 使得隔壁溫度增加到達藍點 又燒起來 然後隔壁的溫度增加到達藍點 又燒起來 好那我們現在來 量測量它的溫度 現在呢 這個黑線是它原的溫度 這個紅色是藍點 我現在點火 點 你看藍點到這 到這燒燒燒 一旦你這個區域到達藍點 它就燒起來 所以火會不斷從左燒到右邊 好以上 這是火藥粉燃燒的機制 你不覺得跟神經很像嗎 好那我回來 現在是溫度增加 到達藍點 而我們的神經呢 是磨電位上升 到達玉直 一旦你到達藍點 會讓你燃燒 會讓你的附近溫度提升 一旦你到達玉直 你會打開你的電位 敏感納通道 讓更多的納進來 使得人的磨電位繼續增加 使得附近的磨電位也提升 而再繼續到達玉直 所以 這邊的比擬喔 溫度相當於細胞膜的 磨電位 它的那個關鍵 藍點 就像我們細胞 我們神經細胞上面的 玉直 一樣 而這邊產生燃燒往前燒 我們就是動作電位 產生往前傳遞 一模一樣 好 接下來呢 燒過了 換另外一個比擬 如果我現在 我用同時同線 中間包了一坨火藥球 這邊包一坨火藥球 這邊包一坨火藥球 而中間的同時 我用保溫層要把它包起來 我現在點燃這個火藥球 燒起來 那你會看到一個現象 我來比擬 來模擬一下 過頭了 開始 燒起來 馬上第二的燒起來 第三燒起來 你會發現 跳躍燃燒 燒 傳過來燒 傳過來燒 我們稱這個叫跳躍燃燒啊 你不覺得這個跳躍燃燒 也很雷同啊 怎麼說雷到我回來 過頭了 為什麼會有跳躍燃燒呢 一旦我這邊燒起來之後 溫度不是上升嗎 而我這邊有保溫材料 溫度呢 散不掉 所以它只要很快的向前喘 所以你等一下看這邊燒起來的時候 它的溫度 它是降上升的 這一區溫度高 因為散不掉 所以當這邊燒起來的時候 它的熱很快通過銅濕 從保溫材料的中間 裝過來 使得這個區域的火藥球的溫度 上升非常快 就很快到達藍點 一到藍點 燒起來 一燒起來才是熱 散不掉 因為有保溫材料 很快熱就傳導到下一個火藥球 使得這個火藥球 用溫度快速增加 到達藍點 好 那請各位看下面的那個 溫度上升 當這個溫度一碰到了藍點以上 這個火藥球就要燒起來 好開始 疊魔到藍點了 收起來 到藍點了 收起來 很快 對不對 好 同樣的這個模擬 就相當於我們之前所介紹的 神經的跳躍傳導 嗯 我有講過對不對 再說一次 我補充過對不對 喔好 好奇 我們在說什麼啊 好啦 那我們的那個跳躍傳導是類似的模式 只是這邊是水竅 這邊是水竅 一旦那裡從這邊衝進來的時候 因為他那裡出不去嘛 就很快從下一個藍世界 引發這邊到達玉直很快速進來 所以比你是一樣的模擬的 就是他的原理是一模一樣的 一樣就是我的溫度增加 使得附近到達藍點 就像我的磨電位上升 使得附近的電話敏感 那趕快到達玉直而打開 喔這就是那個跳躍傳導 好那我現在呢 就用燃燒的模擬喔 上面是一般的快速燃燒 就是燒過去跟跳躍燃燒 一起燒 如果這邊同時點火呢 會發生什麼事 燒吧 跳躍傳導呼呼呼 看到了 是不是很快 跳躍燃燒比直線燃燒快 就如同你的神經的跳躍傳導 會比沒有水竅的軸圖傳導 快很多 你知道嗎 就是用火躍燃燒 來比喻細胞的軸圖 在傳遞動作電位 它的原理其實是一模一樣的